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蛋白食物的摄入量 转而吃一些膳食纤维 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 同时增加户外活动量 帮助肠道蠕动消化食物 另外吃一些味道辛辣的洋葱开胃去腻 也是不错的选择 洋葱有一股异常辛辣的味道 喜欢吃的人对它吃迷若狂 而厌恶洋葱的远远的就捂着鼻子躲开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 就跟大家聊聊 初中季节多吃洋葱 护血管 降血糖 搭配三种食材营养价值更高 喜欢吃烤肉的朋友都知道 吃烤肉时搭配一些洋葱 辛辣的味道不光能刺激食欲 还可以起到降低优质的作用 对高血脂患者有不错的帮助 同时洋葱也是糖药病患者的好朋友 洋葱中含有与降血糖的甲狂丁尿相似的 有机物成分 可以起到一定降血糖左右 洋葱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 在人体内也可以降低升糖速度 下面给大家推荐三种洋葱和食物搭配的选择 搭配的正确营养价值更高 一 洋葱与烤肉搭配 天气冷了 大家都喜欢吃蒜肉 烤肉虽然大家都嘴馋 可天天吃肉食欲并不怎么好 这时候不妨搭配一些洋葱圈 洋葱的辛辣味可去除肉类的星山 烤肉时切几片洋葱夹在肉块的中间 烤出来的肉别有一番风味 而且洋葱的含水量也比较大 有了洋葱里的水分 肉会变得更加滑满 二 洋葱与西红柿搭配 西红柿含有较高的维生素液和番茄红素 是保健蔬菜里的巧处 对心血管健康和人体的防衰老大有益处 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最强 能延缓衰老 并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 高血脂患者用洋葱与西红柿搭配熬汤和 可以起到降低血脂 减少心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发病率 三 洋葱与丝瓜搭配 洋葱除了炖肉 也可以用来和青菜一起烹饪 比如洋葱炒丝瓜就很爽口 把洋葱切成丝 丝瓜切成条 放一些姜 蒜 入锅快火急炒 起锅时再稍放上一点盐 丝瓜切开后的粘液里 包括灶带类物质 粘液质 木胶 木鱼糖等物质 这种可溶性粘液具有很强的粘质性 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洋葱炒丝瓜虽然是素菜 但两种食物搭配 既营养又美观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吃洋葱吗 你还知道洋葱有哪些食疗作用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